今天我讲的这段话 男性朋友看到了 估计会有些不愿 当然我这段话 只讲给女性朋友听的 所以男人们看到 可以直接划走 男人最想娶到一个 什么样的老婆呢 那肯定是贤惠又勤快的 可以包揽一切家务事 伺候公婆 养育孩子 而他自己呢 则是可以彻底解放 但有很多女性朋友 都会向我抱怨说 他懂事勤快 把家中的一切 打理得紧紧有条 但却得不到丈夫的疼爱 在这里我可以 很明确地告诉你们 幸福的婚姻 绝不是靠勤劳来获得的 是需要有三样东西 首先第一点就是智慧 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无论她身处何地 都可以生活得很好 受到身边所有人的 尊重和爱护 在婚姻中更是如此 他们明白 如何才能让男人 臣服于她 第二点是魅力 女性的容貌 可能会随着 时间的流逝而黯淡 但女性的魅力 则是可以通过 岁月的沉淀而越霸迷人 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了魅力 那么你的男人 很有可能会被其他女性吸引 所以保持自身健康 不断地修炼自己的内在修养和气质 才能更好地散发自身的魅力 最后一点就是价值 让男人离不开的价值 可以是情绪价值 成为她的精神之术 也可以是经济价值 没了你 她就会失去很多现有的东西 影响她原本幸福的生活 所以女性朋友一定要记住在婚姻中 想要获得幸福 光靠情老是不够的 智慧魅力价值 这三点一样都不能上 我是百成刚 关注我做一个幸福 男人犯了原则性的问题 可以原谅吗 例如家庭暴力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每个人心里都是有数的吧 不需要别人一字一句的时刻提醒吧 人都会犯错 但原则性的问题不是错 是故意挑衅 敢碰触你底线的人 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吗 不要说她认错态度诚恳 万一以后改了呢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句话不用我多说 你们都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这种问题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根本改不了 她只会嘴上不断的道歉 但情况会越来越糟 只要你选择原谅 那就是你人生悲剧的开始 不要总想着感化她改变她 记住一句话 成年人的世界只筛选不改变 我是百成刚 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 经常对老公大吼大叫的女人 才是真正的好女人 先不要急着反驳我 听我说完 你一定会认同的 因为这样的女人 往往都是很强势的 看起来脾气暴躁 跟温柔贤惠 丝毫不沾边 但实际上 她才是那个 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 如何照顾老公和家庭的人 很多男人他们不理解 只会觉得你无理取闹 像个母老虎一样 他们不知道 你吼的是现实的无奈 叫的是生活的艰辛 发泄的是心中的不甘于委屈 如果你的妻子也是这样的女人 希望你可以给她 更多的理解和爱护 好好地珍惜 这个全心全意 为家庭付出的好女人 我是百成刚 关注我 做一个幸福的人 我懂得尊重妻子的男人 最后的结局 大多不会幸福 一个男人最大的本事 不在于你有多少钱 也不在于你外面 有多少年喜欢你 崇拜你 而是看你懂不懂得爱护 和尊重自己的妻子 还有你的家庭 是否幸福美满 我们不难发现 生活中越是有本事的男人 他越懂得 如何善待自己的妻子 而那些不尊重妻子的男人呢 往往都逃不过 以下三种结局 第一 你的种种行为 彻底含着妻子的心 没有人愿意 跟一个不懂得 尊重自己的男人 生活在一起 生而为人 都是平等的 谁也不欠谁 等你的妻子耗尽了耐心 他就会 头也不回地离开你 第二呢 你的行为 会影响到孩子的幸福 原生家庭的环境 一定是会对孩子的 情感观念 造成影响的 试想一下 爸爸每天对妈妈 张口舅妈 使唤来使唤去的 孩子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要么有样学样 长大以后 也不懂得尊重别人 要么就是对你产生恨意 或是对婚姻 是不是信心 第三种不用多说了 不懂得尊重妻子的男人 他的人品 必然不会好到哪去 一旦你的行为 传到别人耳朵里 他们还会跟你交往吗 但凡素质高一点的人 都会瞧不起你 可想而知 你的事业 友情和亲情 能好到哪里去呢 就跟别提爱情嘛 要知道 相互尊重 才是婚姻幸福的基础 也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 我是百神刚 关注我 做一个幸福的人 过不好 离不了 是你正在婚姻中 面临的困境吗 在这种状态下 婚内单身 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婚内单身 并非真正的法律离婚 而是一种心理状态上的调整 让你在婚姻中 保持独立和自主的态度 婚内单身 意味着你要在情感上 做好准备 接受可能发生的任何结果 这并不意味着 你要放弃婚姻 而是要学会在婚姻中 保持自我 不再过度依赖对方 这样的心理准备 有助于你更好地应对 婚姻中的挑战和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保持正常的生活习惯 和社交联系 让自己处于一个 能够独立面对生活的状态 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 你的个人幸福感 也有助于你在婚姻中保持平衡 当你处于婚内单身的状态时 你会更加理性地 看待婚姻中的问题 不再受感情的左右 你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估 婚姻的价值和意义 从而做出更明确的决策 此外 婚内单身 也是为了给孩子 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当你情绪稳定 心态积极时 孩子也会感受到这种变化 从而变得更加有安全感 这样的家庭环境 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总之 婚内单身 是一种应对婚姻困境 非常有效的方法 你愿意去试试吗 夫妻间 有三句话千万不要说 只要一开口 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裂痕 一定要谨慎开口 首先 永远不要说 老夫老妻了 哪有那么多话好聊呢 聊天是维持亲密关系的关键 它代表着双方愿意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感受 如果你觉得没有话聊 那可能意味着你们的关系正在走下坡 爱一个人 就是愿意聆听和分享 这种情感需求 是健康关系的基础 其实 避免去说 你怎么情绪这么不稳定 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 暗示对方的问题 暗示对方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错 这样的回应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 还可能让对方感到孤立无援 一个成熟的伴侣 要学会理解和支持对方的情绪 而不是指责或逃避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句 我们离婚吧 这句话不应该轻易说出口 尤其是在试图讨论敏感话题时 将离婚作为威胁或恐吓的手段 会严重破坏夫妻间的信任 如果这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沟通方式 那么你们的关系 可能已经处于非常不健康的状态 当你想要和伴侣步入婚姻殿堂时 一定要先考虑下这四个问题 看看彼此是不是那个适合共度一生的人 第一 双方是否有足够的经济来源 来保证小家庭婚后生活的日常开销 俗话说 凭借夫妻百事爱 决定婚姻生活质量的底线 就是车房出款 在中国式的婚姻里 房子是双方安全感最基本的来源之一 车子决定双方社交的广度和质量 票子则是双方抵御风险的能力 如果这三点在婚前都没有 婚后短时间内 又没有什么能力去创造 那么这样的婚姻到最后的结局 很可能十有九倍 第二 了解彼此的父母和家庭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但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 对方父母是否民事里 直接影响到婚后的日子 过得舒心与否 看家境 不是浅薄地看他家是否有钱 是否有势 而是看他家人 为人处事 生活方式和家庭氛围 要评估一个男人 二十年后对家庭的态度 最好的参考标准 就是他的父母 第三 双方是否存在极端的性格缺陷 谈恋爱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谈的都是表象 因为两个人都会把自身 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对方 隐瞒自身一些缺点 所以他对你好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其实不太重要 你需要在意的是 你们之间有矛盾了 他生气时是什么状态 是否有能力去处理矛盾 这是在对你自己负责 也是为你今后的婚姻负责 第四 婚后两个人是否能承担起 对家庭的责任与义务 我接触过很多关于婚姻方面的咨询 都离不开这样的一个矛盾 妻子埋怨丈夫不顾家 丈夫责备妻子不明示礼 两人成天为此时吵架 以至于最后分道扬镳 既然两个人要考虑结婚 那么一定要规划好 彼此在婚内的责任与义务 你既然追求这个人的高兴 那必然要接受这个人婚后 可能要忙于事业 无瑕照顾家庭 你既然要追求这个人温柔体贴 那么必然也要接受他婚后的平庸 很多小情侣就是这样 头脑一热就把证给领了 根本不知道彼此在婚姻中 到底该负什么责任 天天因为一些琐碎的事 吵个不停 留给两人的只剩一地鸡毛 最后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情 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却没有相守一生的决心 那么我奉劝你们 不要贸然地步入婚 婚姻是两个人一生的修行 如果连一开始的情感基础都不符 那么你们后面的婚姻生活 只会剩下日复一日的枯燥 将就的婚姻日久了 它不一定省情 反而更加容易生业 我是百神刚 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